生影传入硝烟耳中 而这道生影也只传入了硝烟的耳中 硝烟没有去在意生影是谁 因为石不带枉 时机只有这一瞬 硝烟看准了时机 当即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黑影掠去 颈刻见 硝烟便是临近黑影 便是一头朝着黑影扎了进去 而此时黑影也是感受到了浓浓的威胁 力竭抬手便是朝着硝烟猛的一扇 黑血瞬间变得锋利 从硝烟身上直接切割而过 但与此同时 硝烟身形已经有一半没入了它的躯体当中 而另一半则是被其斩掉 不过 此时已经进入黑影上半身的硝烟 却是从中一只手伸出来 将自己的下半身给拉扯了进去 以斗神的恢复力 被斩断的肉身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重新生长在了一起 而此时 硝烟虽然进入了黑影的血藏当中 可身上却也是满目疮痍 布满了血洞 连脸庞都是只有一半 但进入血藏后 那么硝烟就将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磅礴的生命之力迅速蔓延 只见硝烟的伤势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愈合 四周也毫无例外 无数的血色出角朝着硝烟袭来 但硝烟知道 这出角 实际已经对它造不上任何危险了 手中八荒玄中尺随意一挥 便是斩断了大量的血色出角 不过硝烟还是依旧保持谨慎 毕竟黑影太过强大 即便这里是她的弱点所在 硝烟也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五星神节里 硝烟没有在黑影身上寻找到线索 毕竟那只是杰的复制品 并非真实存在 因此硝烟并没有立刻动手灭杀黑影 而是希望在这里寻找到一些线索 硝烟缓缓地靠近血囊 此时硝烟也是开口说话 你们从何而来 为何选择入侵神兮世界 硝烟不确认 黑影会不会回答 血仓里只有硝烟的声音回答 两久后也未听到回答 硝烟眉头微皱 不知黑影是无法言喻 而是故意保持沉默 不过看样子 黑影是没有打算告诉硝烟了 因此硝烟靠近了血囊 既然不说 硝烟便是直接搜魂 黑影没有肉体 没有魂魄 但是血囊之中的身影却是不同 硝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其中的生命气息 也有肉体生机 更有灵魂波动 硝烟缓缓地靠近血囊 不过就在这时 忽然脚下出现一张血色巨口 布满尖锐的牙齿 一口就将硝烟给吞噬 不过下一瞬 硝烟的身影再度出现 而且自首出现了十几个硝烟的身影 而方才被吞噬的 只不过是硝烟的一个影迹分身罢了 黑影显然留有后手 即便到达这里 它也有足够的把握 令硝烟无法消灭它 硝烟不知道黑影还有什么手段 现在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十几道分身 即使朝着血囊掠去 刚刚靠近血囊 起脚下就会出现血口瞬间吞噬 面对这种情况 硝烟直接临近 手掌之中 瞬间凝聚十几道无畏火莲 便是扔进了血口当中 鸿龙几声门响 血口直接被炸得稀烂 硝烟眼神威名 没有打算在这里浪费太多的时间 欲敬的灵魂之力 朝着血囊覆盖而去 不过就在触碰到血囊的一瞬 硝烟本体猛然一阵 灵魂深处传来剧烈的刺痛 而探出的灵魂之力 尽数被弹回 见是有灵魂防护 硝烟眼神威脸 沉默些许 硝烟手中八荒玄中尺一阵 元气开始疯狂涌入 既然如此 线索已经不重要了 八荒玄中尺上 元气不断涌入 夹杂着硝烟两先方的雷海 以及有着足够时间的酝酿 硝烟所施展的誓言奔雷尺 能够将威力最大化 八荒玄中尺已经瞄准了血囊 虽然不知道能否击破血囊 但目标很清晰 这血囊就是其弱点所在 八荒玄中尺 夹杂着磅礴的火焰 和充满毁灭力量的雷霆 朝着血囊席卷而去 似乎感受到威胁 无数血色出手再度生长而出 不过誓言奔雷尺的威力何等强大 这些血色出角 根本没有丝毫阻挡的力量 顷刻剑就被寸寸斩碎 凶悍的力量直接轰向了血囊 一声剧烈的爆炸响彻开来 火海疯狂地席卷这个不大的血仓 这里显得是那般的薄弱 四周的血气几乎在这一瞬 都被燃烧殆尽 火焰散尽之时 方才看见整个血仓之中 已经毫无血色 左胜之物 唯有那中间的血囊 萧炎眼眸微缩 他倒是没有在意周遭的情况 毕竟周围并不重要 看着完好无损的血囊 此刻在血囊之上 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血色屏障 俨然方才 就是这屏障挡下了萧炎这一尺 嗯 这就是你最后的防护了吗 萧炎眼省微眠 看着血囊之上的血色屏障 萧炎是再度举起了八荒弦重尺 既然施展一次 誓言奔雷尺不够 那就多施展几次 只是迫害他的血色屏障为止 萧炎拎着八荒弦重尺 以他现在的元气抵御 誓言奔雷尺的消耗 就显得微乎其微 只要萧炎愿意 可以将他所有的斗技都施展一遍 即便这样 两千六百万的元气抵御 恐怕连一半都消耗不了 在这种时候 那就需要更强大的斗技才行了 实力提升得太过突然 萧炎还没有时间去学习 紫神虚灵塔中 自然有更高阶的斗技 此番战斗结束后 萧炎必然会到紫神虚灵塔中 寻找更强的斗技 斗技的层次 随着时间的提升 显得尤为重要 品级决定了一个斗技的上限 随着实力的提升 斗技也需要不断提升才行 否则战斗就会显得脱节 从而没办法完全施展出 强大的底蕴 也如现在的萧炎这般 实力爆炸性的提升 令萧炎所有的斗技 仿佛在这一刻 都有些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不过 好在是勉强能够支撑 此刻萧炎所挥出的 誓言奔雷尺 几乎每一尺 都达到了借鉴商品的威力 萧炎凝聚誓言奔雷尺后 他的目光注视着血囊 忽然身形一阵 便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眼中泛起了精芒 似乎有了新的想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